二十三年最后 台南市京城青春会 在医院旅行的勘刷之下 将这几千八百亿的博物行 送到新台北医院 医院医院受众 希望可以为人在这些医疗博物市 加一段保护 就处表达感恩质疑 金城青商在公益活动这个推广下 我们长年都有在做公益活动 那也透过维英议员此次的推荐下 我们邀请金城青商的全体会友 共同来捐赠这个护目镜 那也希望透过捐赠这个护目镜 能够对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 有所帮助 那也希望台湾疫情早日解封 那一起加油 医院吕维应对的京霞青商会的成果 也表达肯定 特别感谢金城青商 我们的杨君浩会长 跟辅导会长李逸玄 特别来捐护目镜给城大医院 那这段期间 其实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医护同仁 包括这个成大医院的所有的好朋友 很辛苦为我们这个阻挡疫情 也到四处去帮民众接种疫苗 在这边十分感谢 那也要特别感谢金城青商 金城青商从去年疫情开始到现在 不断的跟维应来捐赠护目镜 像这一次是城大医院 那之前我们也有捐赠护目镜 给我们的这个菲律宾的姐妹室 那这些护目镜 都是对于我们的医护人员的一种支持 那也感谢他们来帮助我们这次疫情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护目镜也好 还是饮料也好 那透过这些让医护人员知道 我们大家其实是生命的共同体 他们很辛苦 但是我们也为他们加油 那期待这一次的疫情 可以顺利圆满的度过 金城青商会回到梁君浩 跟副都回到李毅璇标识 面对阵情严重的情 新台医护人员身处逢亡第一次 为了跟平道做战 整天穿着没套戒的奉学 不但没有饮和万元 竟敢努力真求生命 真的是十分的伟大 这种的理念 也让青商会所有的动员 都亲受感动 共同参加这次的冠军活动 台湾新闻张苏维 蔡凤博德